巴黎发迹的波西米亚人 拿调色盘的字画像 吉斯梦达海报 沙拉贝恩哈德位置了一张吉斯梦达的戏剧海报 这张高达216公分 宽74公分的长形海报 以几乎真人等身比例的规格 出现在巴黎的大街小巷 令幕下一戏之间成为巴黎装饰艺术界的新秀 甚至成为人们争相从海报亭上撕下来收藏的目标 1895年 正是幕下以吉斯梦达成名于巴黎的次年 对吉斯梦达大为积赏的沙拉 和幕下签订了为期五年的合约 由她负责戏剧女王所有演出戏码的舞台布景 戏服造型 以及平面海报等等的视觉设计 幕下从吉斯梦达的海报成名之后 她平面设计的才能延伸到舞台空间 幕下对女性唯美的形象塑造 编辑每一个领域的设计 她甚至在1900年巴黎万国博览会期间 还发表珠宝雕刻 甚至混合了多种材料的室内设计 充分发挥她装饰和描绘的才华 幕下以正面的形象 全是饰演主人翁梅丽桑德的沙拉 她那带着波西米亚自由而野性的浓密法司 由双肩卷曲垂屑而下 如植物的藤蔓 充满着弧线的韵律与生机 这一年沙拉已是53岁的戏剧女王 这位带着传奇色彩的女子 拥有自己的剧团 众心拱跃地被许多有才华的艺术家围绕 《黄道十二宫海报》里 所描绘繁复而细密的头饰 画面原本淡雅的色彩 经由宝石质地的对比 而呈现华丽的气息 揉杂了命运的驸马和自然的元素 还有属于新艺术风格 那弯曲缭绕的线条 可说是沐夏在1900年 巴黎万国博览会 创造巅峰之前最华丽的图像 是一件可以和吉斯梦达 相提并论的作品 四季 他把四季拟人画 将季节以色彩以花朵树木 以风雪来比喻 或是以女神身旁所围绕着繁茂的花朵 清凉的空气 丰饶的色彩 或是冰雪的情景 来叙述春夏秋冬的季节面貌 木下一月五诗画 作为艺术主题的对应与发挥 将抽象的概念拟人画呈现 化身为优美的仙子 并且以十九世纪末 新艺术风的大众品味为基础 为这自古以来的古典主题 注入一个新颖的美感 1900年巴黎举办万国博览会 木下受到他的宗主国 奥匈帝国委托 负责展管空间 以及平面视觉设计 他以黄色调的小圆叶 呼应黄玉的色彩 红宝石则用浓艳的圣诞红来装点 紫水晶则是将淡紫色的鸢尾花 花瓣铺陈在浅井 呼应着仙子紫色的长裙 另外以修长的绿叶花卫 来表现祖母绿 主题人物的背景 虽然在圆湖中有不同的花样 却都是马赛克的镶嵌质地 并且分别呼应着不同宝石的色调 像是温润的黄玉 浓烈的红宝石 高贵的紫水晶 神秘的祖母绿等等 拜占庭风格投逝 在宗法中 木下格外专注在宝石的色泽 金属的镶嵌 垂坠的造型 以及雕琢细米的质地 而金发侧面半圆形的体积感 更胜宗法内建作品 也由于头饰的立体感 经由光源的照射 而显现出闪亮反光 和阴影的层次对比 不但呈现了它弧形的体积 更凸显了金属的质感 与宝石的色泽 星月系列 木下十分偏好长形的海报形式 对于四连作的装饰形式表现 更是擅长 它曾尝试过 四季 艺术 与宝石等各种主题 而这一套星月系列 则更加脱俗 并带着神秘的气息 晨星仙子的光芒 则发自她的额头前的手掌 以一席飘动的衣裳 遮掩着这份光芒 而间接地照亮着自己 宛如暗示着含蓄的沉星之光 宛星中的仙子 华丽成熟 以侧面的脸庞 披着盛装现身 仍带着些许娇羞的神情 在星月系列中 这件作品最为华丽 人物形象也较具动态变化 北极星是隐约略 背着观众的侧面现身 长裙与披荆顺着风势 画出两道弧形 呼应着仙子在夜空中 运行的轨道弧度 她的姿态优雅从容 双手握着一团集中的光芒 仿佛恒星般 更久不变的姿态 似乎是从月光 晨星 晚星 依序而来 逐渐成熟的女性 在四连作的系列之中 这一件星月系列 可能是幕下最唯美的 一套作品了 风信子公主海报 1911年 在布拉格市政厅的 装饰工程结束的同一年 幕下为芭蕾舞剧 风信子公主 设计了一张 高达125公分的 大型海报 风信子公主 眼神投射在远方 仿佛沉入思绪之中 而雕琢的线条 勾描着公主的头饰 与珠宝 和巫师的法器与后冠 则沾染着民族风 公主依着翻动的 明暗效果和厚实感 也许由于这时 幕下倾向于绘制 史诗般的大话的缘故 而岳加强调 斯拉夫史诗习作 发源地的斯拉夫人 1912年 幕下完成了 斯拉夫史诗系列作品中 20幅的前三件作品 这第一件 发源地的斯拉夫人 描绘的是 鲜明在突厥人的长边 与哥德满族的刀剑下 父辈受敌 幕下以写实的手法 描绘着左下角 隐忍而不敢出声的 远古斯拉夫民族 镰刀代表着 他们的农耕生活 在烽火与马蹄 驱赶着牲畜的背景中 则是入侵满族的 嚣张剑影 右上方 同空浮现的是 斯拉夫民族 日夜盼望的守护神 正如祭祀般的守护神 由和平之神 和战争之神 左右称持着 将在未来的命运中 解救斯拉夫民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